カモ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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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イビー 占わせよ 恋する 孔春 孔季 未来はそんな悪くないよ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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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にちは シュリンです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四课的语法语表达二 也就是我们课文不分的文法 首先 大家来看第一个 何々 トイエバ 那么我们见到这样的文法呢 就是又熟悉好像又陌生的文法 就先把它还原成我们最熟悉的这种形式 那トイエバ 还原回去是トイウ トイウ 叫做或者是说 那巴呢刚好是トイウ的假定型 变成トイエバ的形式 那我们要是直译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如果说什么什么的话 对吧 那如果说什么什么的话 我们结合这个例句 大家再想一想意思 日本人に愛される花といえば サクラです 我们看 专门呢把这个言写出来啊 让大家体会是说来的 那这个句子把我们刚才直译的 来说一下就是 如果来说受日本人喜欢的花的话 那就是樱花了 那就是前面有一点提出话题的感觉 那后面呢是相关的联想 也就是跟着这个话题 自然而然引出的下文 引出的结果了 大致是这样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 回到了トイエバ这个句型 那么他呢表示的是一种乘上旗下的语感 乘上旗下 也就是当作为一个话题 然后把前向呢提出来 那后面呢是相关于前向这个话题的联想部分 我们可以译为说到什么什么 提到什么什么 或者谈到什么什么 那后面是与前向有关联的一些联想呀 或者是接着说下文的内容 那么接续的话呢 主要呢也是接的是名词 如果说到什么什么 那这里可以说到受日本人喜欢的花 那就是樱花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例句 第一个 Yamada-sanといえば どこへ行ったでしょう 这里可能是我们在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呢 聊到了这个山田 然后把它作为话题提起来 哎呀说到山田 跑哪儿去了 どこへ行ったでしょう 我们可能好久没有见了 或者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没有见了 哎说到他想起来了后想去哪儿了 哎といえば 続いて 吉田さんといえば 中国の歴史に詳しくて有名です 那后面是我 关于吉田先生的一些联想 是吧 我们说提到吉田 谈到吉田呀 他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而著名的人 这里有个 詳しくて有名的一个并列形式 何々に詳しい 对什么什么很了解 很熟悉 这里是我们聊着聊着 说到了吉田 那说到了吉田 后面是关于吉田的相关联想 吉田さんといえば 中国の歴史に詳しくて有名です 很简单的一个文法 投一物来的 投一物变成 投一把 我们直接可以直译说 如果说什么什么的话 那慢慢呢 变成一种话题 提起一个话题 后面开始进行叙述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么大家试着把这个句子翻译一下 人気のある職業といえば アナウンサーです 说起受欢迎的职业 有人气的职业 那就要数播音员了 播音员 アナウンサー 投一把 说起什么什么 说起受欢迎的职业 要数播音员了 没问题吧 下面呢 大家来试着把这个句子翻译成日语 说到中国 就会联想到乌龙茶 这个应该很容易啊 说到中国 提示起的话题是中国 中国 投一把 然后联想到乌龙茶 乌龙茶 乌龙茶 联想到 联想到 看一下答案 中国といえば 乌龙茶 を 联想到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下来呢 大家也听一个句子 非常的简单 咱们争取一遍就把它听出来 試験といえば この間の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ですね 怎么样 我只说一遍啊 因为很简单 那我们来接下答案 試験といえば 試験といえば この間の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ですね 说起考试啊 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了考试 哎呀 说起考试啊 前段时间的考试还真是难呢 让我想起了与考试相关的东西 哎 这是 といえば 非常容易懂 也好记得一个句型 好 下面呢 我们看 第二个 のではないが 那么这个呢 是 日本人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 他说完一句话 后面加上 のではないが 或者ではないが 有的时候 那个では 特别口语的时候 换成什么呀 じゃないが 大家有印象吧 而且呢 他们说话的这种语气呢 还不一样 那他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呢 还有所不同 是 在我们学到的这个 中级日本语的这个阶段呢 是比较容易混淆 和暧昧不清的一种说法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 把它进行一个系统的 比较清晰的讲解 那希望大家通过 今天的学习之后呢 以后再遇到 这样的说法 和我们看到 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呢 能够很明确的去判断它 首先呢 我们先看 咱们这篇文章里面 它表达的意思 あのではないか 那我们 结合一个句子来看 この品質で この値段は ちょっと高いのではないか ではないか 我们可以直译的 这个大家看得懂 是吧 直译就是 不是吗 不是吗 就是表达的是一种 主观上觉得是的语气 那我们直译试着翻一下 这个句子 以这样的一个质量 这个价格 不是有点贵了吗 那有一点点小心翼翼的感觉 但是 其实上是表达的 说话人的一种 判断在里面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一种预感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表达的是一种 推测性的判断 就是实际上啊 说话人觉得可能 大致是这样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用推测的语气 说出来会委婉很多 是这样的表达 我们可以以为 不是什么什么吗 或者说 是不是什么什么啊 看似是在推测 其实呢 就是主观上 认为是这样的 那接续呢 非常的重要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 如果前面的这个是 动词和形一的话 那么要用简体加 noではないか no不能省略掉 noではないか 在表示推测的意思的时候 那么如果前面的词是 名词或者是形二的话 那我们知道 如果是noではないか的话 名词和形二的结续 肯定是要有 na的 这个没问题 na noではないか 但是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括号 也就是说 在名词和形二的情况下 可以省略 可以直接用词干 接 ではないか 稍微注意一下 动词和形一 no不能省 名词和形二 有no要用na no 省略掉 可以直接接 ではないか 表达的是 推测性的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个 あそこを散歩しているのは 山田さんなのではないか 山田さん是名词 所以可以 山田さんなのではないか 也可以 山田さんではないか 就是这个句子 想表达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八成就是山田了 对吧 但是我还是 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 所以推测了 语感说出来 在那散步的是山田吧 或者不是山田吗 はい 続いて これから ますます 環境問題は 重要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 大家注意这里面 なる是动词 所以 noではないか 的no 是不可以省略掉的 说 哎呀 这个今后 环境问题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吧 也是在有推测性的语气 表达的是主观判断 はい 続いて もしかしたら あやさんは 本当に たくやさんが 好きなのではないか 好き 是型二 所以也可以说 好きではないか もしかしたら 本身就带有推测性的 推测性的一个 副詞搭配 所以说 这个 あやさん 该不会是真的 喜欢たくやさん吧 推测性的 表达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 好 那我们试着练习一下 第一个句子 大家试着把它翻译一下 健康のためには ストレスをためないのが 一番いいのではないか ために 在这里判断为 为了 为了健康 ストレスをためない 不堆积压力 不积攒压力 一番いいのではないか 应该是 最好的办法吧 应该是最好的吧 主观性的判断 意义是行一 所以 のではないか の不能生れだ 我们再整理一下 说 为了健康 不积累 这个压力 应当是最好的办法了吧 就是 我们有压力 要及时的释放 叫不积攒压力 下一个 那大家试着 自己说一下 这样的句子 也用这种语感来说 其实你就是 已经认为是这样了 对不对 我们的工作方式 还会发生 更大的改变 但是你以 不是还会发生 更大的改变吗 带有推测性的语感 缓和自己的语气 试着说一下 想一想 怎么说 我们的工作方式 働き方 働き方 然后 还会发生 更大的变化 更大的变化 もっと 或者さらに 变化下去 変化 如果你做动词的话 更大的变化 更大的变化 つまらないと考える 或者很多把 推测性的判断 好 那么这是 咱们 这一课 要学的意思 带上 no ではないか 当然 形而和名词 可以省略掉 表示的是一种 带有推测性的判断 好 那下来呢 我们把它 来系统的讲一下 究竟都有 哪些意思 ではないか 和 じゃないか 的意思 比较多 带上 no的话 就基本上 只有推测的意思了 那我们现在 主要看的是 ではないか じゃないか 完全没有 no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看 接续 动词 形一 简体 名词 形二 简体 如果现在将来 实态的话 那么我们就 直接用词干 来接 ではないか 口语的话 也可以变成 じゃないか 注意啊 我们现在展开 讲的是没有no的 有no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就是推测性 判断这一个意思 那下来看 我们看这种形式 细分一下 都可以表达 哪些意思 首先 第一个 我们可以表示 惊奇 发现 特别惊讶的 怎么怎么 或者发现了 一个什么什么 样的事情 带有一些 惊叹在里面的 来从例句体会 第一个 なんだ 山田くんじゃないか どうしたんだ こんなところで 是不是我突然发现 哎呀 什么呀 原来是山田啊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推测判断了 就是真的发现 就是山田的时候 哎呀 是山田啊 怎么了 在这块 在这样的地方 惊奇 发现了一感 读出来了吧 下一个再体会一下 すごいじゃないか 太厉害了吧 非常的惊叹 太厉害了吧 すごいじゃないか 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啊 注意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接了 じゃないか 是一种惊叹发现 而且大家体会一下 其实口语的情况最多 所以じゃないか 用的也是最多的 哎 那么第二种 表达的是一种指责 有的时候我们听人生气 也会带有じゃないか的语气 对不对 这个就跟什么推测啊 还有惊奇发现都没关系了 是一种生气 对对方经历指责的时候 那么在末尾也会加上じゃないか 比如说 どうしたんだ 遅かったじゃないか 要生气的来说 这个其实我们一听 能听出来 就是害怕在文章中那里出现 然后我们可能要 把前后文都读一下 来反映一下 怎么回事啊 你就不迟到了吗 或者你说 你怎么迟到了 执意就行 怎么回事啊 你迟到了 有指责 遅かったじゃないか 嘿 次 这是第二个 表示指责 语气 很重要 下一个 表示的是 确认 确认 那就 我们日语中学过很多 确认 像 还有 都是确认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 例句 你不认识 静腾先生了吗 你看 咱们还在前些日子 晚会上 不是才见过吗 这里是跟你进行确认 是不是 前些日子晚会上 不是才见过吗 嘿 这属于确认性的 啊 会不会有的 对吗 嘿 続いて 繁華街などに よくいるじゃないか ああいう若者が 在那些繁华地区 不是很常见吗 很常有的 那样的年轻人 比方说 打扮到花里胡哨的 不是很常见吗 不是经常有吗 じゃないか 确认性的语气 啊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一共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啊 我们把 noではないか 还有单纯的 ではないか 加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 一共是 四种意思了 啊 如果有no的话呢 就只有是 推测性的判断 啊 不但no的话 我们可以表示 旌旗 发现 啊 然后还可以表示 指责 那还可以表示 确认 嘿 注意一下啊 那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历年的一些真题 考过很多 啊 这个很容易考 无论是听力里面呀 还是这个文法当中啊 而且呢 他考的这个 到底是旌旗呀 还是指责呀 都有 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12月份 N2的一道排序题 背景 テレビドラマを見ながら 在看这个 电视剧 啊 然后 弟兄两个在说话 弟弟说 このドラマの犯人 誰と思う 你觉得这个 电视剧的犯人是谁 然后哥哥 什么什么什么 と思うんだけど 就我 原想着是谁呢 他の人も みんな怪しんだよな 其他人 我觉得都很可疑 是不是 那我本来想的 我想的是谁 大家看 这里面 就有很明显的 じゃないか じゃないか 那我想着 我们先把它排排序 大家看 怎么排呢 と思うんだけど 三姉妹の中の 誰かじゃないか 是不是应该这么排呀 我想着 是不是 三姊妹当中的 谁呀 所以先把顺序列出来 三姉妹の中の 誰かじゃないか 4132的顺序 那下来问一下大家 这里的 じゃないか 应该是属于 推测型的判断 很明显 是不是啊 推测型的判断 因为前面 他接的是 誰か 是属于名词类的 那么他可以直接 誰かじゃないか 我想着 会不会是 三姊妹当中的 谁呀 但是我瞅着 其他人都很可疑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整体的例句 表示的是 这个 推测型判断的 那么下来再看一道 整体 2010年12月 恩一的 君 困る 什么什么 資料に ミスがあったぞ 你看这 字量里面 出错了 君のせいで 大恥をかいたよ 都怪你 我就丢了 大人了 大恥をかいた 丢人丢脸 都怪に せいで すみません おかりしておりまして 不好意思 我疏忽了 那很明显 上次对部下 进行指责 我们说指责 那么刚刚讲过 这个就很容易 选出来了 是不是啊 应该是 じゃないか 不能带の了 大家注意 不能带の 带の就变成 推测性判断了 那么三四像这样子 じゃないのか 和のではないのか 这两个是混淆一下 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什么 のかのか的 只能把の 要么放在前面 表达推测性的判断 要么不带 在这里有指责的意思 那我们非常清楚 它的意思了 而且也清楚 它的接续了 是不是做得非常快啊 再看一道题 考的非常多 2011年7月 恩一的这道题 我们看一下 その日 私は ホームに入ってきた 電車に 飛び乗った ところが 電車は 反対方向に 走り始めた 什么什么 私は 電車の行き先を 確かめなかったことを 後悔した 能力考 尤其是N1的时候 特别喜欢出 很長很長的 这样的一个体感 考验大家的耐心度的 我们看 那天呀 然后我匆匆忙忙的 冲进了 持入站台的一辆电车 匆匆的往 冲进去了 那就说明 可能没仔细看了 是不是啊 转折 但是 電車开始朝 我要去的正相反的 方向走 走り始めた 那这个地方 我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已经能猜出来 这是属于发现了 是不是啊 那发现的也只能是 ではないかじゃないか 系列的 对不对啊 不用看后面了 可以选出来了 对吧 ではないか 你想ではない的话 就是真的是不是了 不是的话 后面 私は電車の行き先を 確かめなかったことを 後悔した 没必要再后悔 我没有确认这个 电车的行径 目的地了 是不是啊 所以不可能是不是 那像这种 E3是不可以选的 对吧 E3都是直接否定掉了 那么24的4 noではないか 一旦加上no 又变回了 推测了 这里也不是推测了 这里是事实了呀 我讲的是那一天的事 所以我讲的那一天 我的发现 没有必要推测 因为是事实 好了 我们看 像这样的 这个ではないか noではないか 这个是考的特别多的 而且它基本上 每一个意思都能考得到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 学习的时候呢 也真正的能够把它搞清楚 好了 那么 这一集的重点呢 希望大家掌握这两个句型 tou ye ba 和最重要的 de wa nai ga koi bian jana ga 以及刚才给大家 罗列出来的各个用法 一定要搞清楚 好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 これで终于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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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